在北京火車站的地下商城裡 拐角店鋪飄出來的香氣 聚攏了滿滿的人氣 猪蹄在透明玻璃後 現烤現做 顧客看得見聞得著 每個猪蹄都要經過12分鐘炭烤 抹上調味料 剛出爐的猪蹄外焦里嫩 光看樣子就讓人口水直流 哇塞 看下去超好吃的 最開始這個猪蹄 每天傍晚5點開賣 限量500份 這塊3個小時受光 所以想要吃到熱噴噴的豬蹄 濤客得擔心排隊 肥不膩 特地從檸檬果來的 挺鮮香的 從山西過來的 特地來吃那個 對 專門過來吃烤豬蹄 好吃到五湖四海的濤客 都要特地來嚐一嚐 這個豬蹄早已名聲在外 而在這家門店開張之前 老闆理工夫已經賣了4年的豬蹄 2012年他還在念研究鎖食 靠著導師贊助的4000元人民幣 開啟了自己的小板車 邊推邊賣 每天要4點多就要開始 就外面進貨 最主要是八毛 八毛 然後剁開這個魯子 然後天天推這個小推車 跟城管這樣天天繞來繞去 所以是挺辛苦的 好在當時生意非常火爆 在全都一天可以賺3000元人民幣 相當火關 研究生畢業後 理工服被分配到了 位於北京的中科院 在工作中余還想著賣豬蹄 於是他有了自己的團隊 可是創業之初遇到了不少挫折 這半年之間我們一份錢都沒有 吃飯的錢都沒有 我們還在一起 就是相對來說 我這段時間的時候 房租那些東西交不起 都是在睡別人的沙發上面的 這樣的情況下還沒有分開 所以說這個團隊的話 相對來說 你覺得比較強 有了好的產品和團隊 理工服拿出了科學家的精神 把產品精益全精 於是他下重本 創建了產品研發室 天天與調料豬蹄打交道 光是剛開始要買什麼食材 理工服就試了多個國家 50多種型號的肉品 才選定了丹麥兩個型號的豬蹄 那種比較白的那種 那就經過那種 現在市面上不允許的就是 那個雙氧水浸泡的漂白的 這種豬蹄是 我們這是不合格的 堅決不能用 精心挑選的丹麥豬蹄 拿回來後還要繼續清洗 去毛冷水浸泡去腥去脂 經過長時間複雜的程序之後 才開始爐煮 為了提升香氣 理工服至少嘗試了 1000種配方 如今的滷汁用到28種調料 光是辣椒 它就通過供應商去問貨 跑了雲南三個城市 四川六個小線城 最後還在貴州一個小城 選到辣椒 接著四川當地辣椒配比 讓辣度適度容易濁色 而且口味非常柔和 自己做自己嘗 每天平均要吃三個 它一吃吃了兩個月 反正後面我看到 我是有點惡吐累的 好在辛苦沒白費 最後的選品得到家人朋友 和老顧客的一致肯定 在市場上推出後 受到極高的評價 品牌日注過大眾點評 美團網等第三方 互聯網行銷平台 長期排在冠軍寶座 這個餐飲的東西 特別的小吃 對你的口感是要求很高的 對你的品質要求很高 如果是你一個很爛的產品 丟著你兩下就死掉了 存活概率比較低 美威帶來了生意 也帶來了知名度 李公福的豬腳 在網路上話題不斷 研究生賣豬蹄的故事 在社群網站流傳 李公福和他的團隊 被央視高人氣創業節目向重 從此給他帶來了新的機遇 去年9月 李公福參加 央視的創業節目 他的秘制豬蹄 得到觀眾和導師們的一致稱讚 他的項目和團隊更是讓投資人 興致盎然 這個估值一億人民幣的豬蹄事業 在現場成功用10%的股權 製患了1100萬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1100萬的投資收入囊中 這絕不是小題大作 恭喜你們 隨著團隊的重大和產品線的拓展 李公福也著手搭建自己的平台 開始切入互聯網家 利用互聯網工具搭建自己的豬蹄帝國 中央廚房加指引女單店輔作 李公福最近的計劃就是實成百店 擴張而不影響品質 是李公福和團隊面臨的課題 讓全球韜客都能吃到他的烤豬蹄 就是李公福小人物的大夢想 ��� זolan大印 mour它的文大 對白罷他們至此 是臨評話的 也就是說 甚至換成小組 也是一直以為 要解決中 嗯 感谢观看